台北市大吉大利 我想不只是猪肉的事件 包括去年进口蛋的案子 我们都相信国人非常的关注 也认为在立法院应该要发挥监督的力量 所以我想提出行政院到立法院做一个专案报告 本来就应该要让中央政府有责任说明清楚 那回顾过去一年 行政院院会 我们在院会也反映地方的各种心声 不只是食安 当然也很感谢中央支持台北市动物园 保育园薪资以及待遇提升的案子 那当然后续我们会持续追踪 包括劳检员工程人员等等人力配置 以及待遇的情形跟相关进度 那接下来包括监狱的新建 还有设置到发展的进度 我们也会持续来跟中央沟通 也希望中央给予各方面的协助跟支持 关于食安我想不管是售金的事情或是去年进口单的争议 其实台北市政府我们的立场一直以来就是从严把关 我们也会跟其他各地方政府各县市做好联防的工作 那中央也应该要从源头做好把关以及查契 中央跟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那立法院当然监督中央政府的实证 对各项议题请行政院来做专案报告 天经地义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还是应该负起责任 更清楚地对外界说明清楚 之前的对手黄先生他这次过年好像在台北到处走 那也被点名说他之后可能在2026会出站台北 那好像又会呈现一个萨卡都的状况 会觉得压力大吗 今天大年初六开工第一天 我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样台北越来越好 所以不管是走访公庙或者是怎么样努力的让台北市打造成安全运动及未来之都 都是目前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坚定和市民朋友相对一起走在一条全力以赴共同打拼的道路上 交通部去年有宣布说今年三月要开放我国组团到大陆旅游 但是观光署就急转弯说要求我们台湾这个旅行社停止招揽前往大陆的旅行船 那请问市长您的看法 政府应该要聆听到包括留业者以及民众的心声 而各项的角色也不能草率 年前一直禁令就扼杀了民众的权力以及留业者各方面的权益 我想这些都并没有做好完整的沟通以及对话 那当然更重要在两岸关系越艰困紧张的时候越需要沟通 不管是蔡总统或是赖准总统过去也都强调 两岸之间希望能够有健康有序的交流以及沟通 所以在观光旅游业我们希望政府要能听到基层的心声 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好好地做好的决策 能够照顾到民众的权益 不过像是这个王世坚议员他现在也变成委员了 会不会觉得说有点孤单了之后有这个计划 当然很希望世坚议员能够把在台北市议会的活力带到立法院 我想立法院已经正式宣誓报道也即将要开议 那我们都非常期待立法院发挥监督的力量 好好的监督中央政府实证 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国人关心的 攸关民生包括食安各项的建设等等 我想世坚议员到立法院大家非常的期待 也很希望他能够持续给我们台北市协助 我们争取各项的经费跟建设 我们台北市在国中国小 就已经每一周有三餐的有机蔬菜 以及一个有机米 那也考量到我们有机菇它的高氧价值 所以在今年二月开始 我们就每个月会加一次有机菇